嗨,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犹他州的这个Utah Lake 哇,好漂亮,太漂亮了 比跟这个Strawberry Lake比啊,我觉得真的是又漂亮又方便的一个地方 这景色太好了,感觉跟西湖有的一拼啊 Strawberry Lake真的是太普通,太瘦瘦了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边 好大,好漂亮啊 已经有一大早已经有一些人在这边开始垂钓了 哇,完全真的好棒,好漂亮 怎么不早点了,就很自欺,怎么不早点知道这个地方早点来钓鱼 很舒服的一个自然的这个湖啊,真的很漂亮 这里可以有私家船的话,这里码头停靠,可以出去 出湖去这个湖上运动,非常爽的,舒服的 那边还有人溜过,有一条小道可以走一走 父子俩已经走到那个上面去 在上面,不知道这个内,内边内围围起来的这一圈是 围起来不知道里面鱼多不多 但是我觉得湖的当中应该会有非常多的鱼,里面这边可能 不一定会游的过来吧,这些鱼 这钓鱼也是一个是耐心,还有一个是运气的问题吧 真的是这样,钓鱼是非常考验一个人的耐心的,耐心程度 我们现在下去走到这个当中去 杰森问我想钓几条鱼,我说钓十条,我随口一说 我觉得能钓两条非常不错了,其实没有什么期望的 真的没什么期望,就是过来看一下而已 过来看一下,觉得这环境非常不错 能钓到当然非常好,钓不到也无所谓了 能钓到当然非常好,钓不到也无所谓了 这也是一种休闲的方式吧 好了,走到湖中央了 哇,当心点啊你 当心啊 这些链子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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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链子是干嘛的 鱼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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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东西它鱼就是说它也不会吃啊 它怎么会来上钩呢 它在水里 它在水里 像虫子的这个 我羊盘 羊盘 第一次钓鱼 哦 哦耶哦,looks like a small one let the big fish eat right 让大的鱼来吃 吃这种小小小虾饼 小东西前面在车里做好了 啊,总做吧做,干,我要来 现在呢,在吃给它吃点这个齐多 太平了 对吧 安静的时候很可爱的 不安静就吵得要死 哎,我在想问问大家 到底是剩一个还两个好 其实很想再给它剩一个弟弟或妹妹 给它做伴的 但是问题是它再剩一个出来 这么又这么做的,我不要火了 真的累,要累死 这个非常好,这个你看人家过来很有情趣吧 买了一块这个 水上的板滑板啊,在上面滑 不过这些人都要是游泳健将 他游泳非常好,熟悉水性 万一掉到水里也不用特别害怕了 抓到一条抓到一条 要运气好运气好 才过来多少时间半个小时不到 抓了一条,这个鲁鱼 他说,哈哈,baby fish 所以,鸡鱼,鸡鱼,鱼鱼,我有把他拿到水里 我去拿水桶 要把我放了一条 可以,我要装一点水 我要装一点水 要纸里放水 然后面团和同时 你俩吧 你来,你来,放手 把你放手 或许,先放消水 就转白了 just get some water first 抓到一条鱼 哎呦呦呦当心不要让它炒走了 哎呦 you get some water there's some water in there 半桶 半桶 半桶因为等会再多钓的话 这个水不够又不行 但是鱼要死 可以可以 哎呦呦这个水也还好了 特别干净 ok 鱸鱼啊 拔死 哇 抓了一条 我跟jason说的 他今天抓到鱼 晚上他来烧饭 我看他会不会烧这个东西 看他怎么烧的啊 这种东西吧我们都清蒸的 我觉得这个地方跟昨天比 真的是一个天一个地啊 景色又好啊 啊 然后心情舒畅 鱼嘛也多 我一个朋友推荐真的不错 小家的阿姑啊 太这个在好地方 没掉了 他们说这下面有小龙虾的 都没有看到 那里有抓 没兴起 我们都要顾个泥草 泥土味的这个鱼 有点心 我上去 这个地方走的还是相当舒服的 啊 然后呢 犹他州呢 现在这个季节是非常最舒服的一个季节了 不能不热 到六月的中旬下旬以后就开始天非常的 炎热了啊 就不太适合白山出来钓鱼 非常炎热 然后呢 我现在走到那块地方给大家看一下 那块走过去 这边是不是有点感觉 有旧金山的感觉呀 哈哈 小的这个 怎么说呢 海港感觉 有点好 非常舒服 犹他州其实户外运动的话就是钓鱼 爬山 徒步骑进车就这些 嗯 比较常规的了 冬天的话就是滑雪 那么如果您是户外运动者的话 这边还是比较适合的 这边像来说比较生活比较的平静吧 节奏比较慢慢节奏的啊 跟国内的大城市比呢是非常的慢节奏 然后犹他州呢 他是非常的美国前三代安全的州之一 非常适合小孩子生产的 然后气候呢也有一年四季气候 不会说就只有夏季比较单调 他是有四季的 好给大家看看这边 我们这边可以来到走到这个 像个小十字路 我们前面来的时候 看到这边有人在这条上面走 在遛狗 非常舒服 今天这个天气温也非常舒服 水里有一只鸭子 在那边 这鸭子真的很棒 然后我这边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要走到那个镜头 哇 这个真的是太美了 这个油堂湖还是挺大的 油堂湖在卫星上应该是可以看到吧 我觉得照片应该照得到 因为是真的是非常的大 如果有船的话 自己家里有私人小船的话 过来非常舒服啊 看一下游艇 虽然这个湖水不是特别的干净 有点那种浑浑浊浊的 但是并不影响说 进行水上的一些船子的运动 这种感觉是我们在大都市生活的时候 是没有的 完全是没有这种休闲的 体验不到的 我觉得大都市大都市的好 非常的摩登现代 生活五颜六色 五彩多姿的 这边呢就是比较平静了 适合怎么说呢 小孩子家庭生活吧 但是小孩子时间待得长的也不行 也会很无聊 单傻掉 小宝要过来了 他看到我过来他要过来 看他 过去接他吧 对 所以说 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每年能够回国两次 当然了这个 不知道这个疫情什么时候能够完全的通行 完全正常 当然希望这天可以早点来到 那么小孩子那他也可以 放眼看世界 开阔眼界 出多出去跑跑 不要老是限制在这个小城镇小地方 对他成长也对小孩子成长会比较好一点 来了 come here I'm here 这边真的非常舒服 有狗的话带狗过来走走 还是挺棒的 难得沿湖城有这样一块好地方真的是 真的是 就 一年就半年吧 半年可以户外的这样子的钓鱼 冬天也比较长四五个月下雪天 天也比较的冷 也不太适合这种 来看片来 来 你想跟我一起走 跟我一起走 你走 我拍这个vlog也算是基隆小孩子的成长吧 等他以后长大以后可以自己看一下回顾 我也可以回顾看一下以前的生活的片段 因为现在拍照片以后到时候有可能真的是找不到了 或者换手机啊 找不到了 完全有可能 我们现在也不像以前会把照片看好打印出来 完全是传统这种做法不太会有 就是现在觉得记录这个拍视频也是比较鲜活吧 比较生动 来看看let's go to the end 走到那个镜头去 我还是走过去看一下走到这个镜头 在这边走一走真的是心旷神移非常舒服 美景 非常舒服惬意的感觉 然后的话吃点美食 美酒美食很舒服 竟然没有发现这样一块宝藏地 真的是发现太晚了 早点发现可以早点过来 不过也确实是也喜欢吃鱼 但是不太钓鱼 所以说也没有去关注 特别关注这一个地方 当心啊 马上要走到这个镜头了 感觉有点像海南天啊海角啊 走到世界的镜头 不知道这个湖有多深了 到了哈哈 我们走到了给你拍张照片吧 又有一条小babyfish抓到了 很小啊 这样一条大概多少啊 我估计就半斤顶多了半磅 小babyfish 这两条一顿头吃掉晚上 你放了这些东西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他会死 别放它进去 别放它 别放它 坐下 那是够的 够了 够了 他们会死 别放它 他们吃了太厉害吗 不 看来不吃太厉害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今天我煮了 好吗 放在鱼 放在椒 这一家 Saint Green Onion Steakmint 这里看来了一艘游艇 好棒啊 好想上去坐一坐 哎呀 这四架游艇好棒啊 它好像不是 它是state park 它是算公园里的 但是刚刚看一批人坐上去 好舒服啊 哇塞 这个天的游艇真的好棒啊 能不能问一下他能不能坐一下 我觉得这个 Can we sit on the boat 是吗 是吗 真的 太好了 他让我们坐下他这个船 好开心哦 哈哈 我们看得很开心 哇 哇 哇 好激动 我被开心 然后被洗了 所以现在下回mer了 我叫到两个楼尸楼 太多多楼尸楼 一站在 Saratoga 另一站在川普沿岘 也是这艺船 这是去山坟的 湾吗 对 我们生于Provo Marina 哦,可能,哇哦,可以 Juson,我们就留下来的东西,是好吗 哦,你想去旅行吗 你不需要旅行吗 你不需要旅行的旅行 你可以坐在船上 哦,坐在船上,我认为旅行 我认为旅行的旅行 你必须要旅行的旅行 你必须要旅行 旅行的旅行 我必须要旅行的旅行 我必须要旅行的旅行 但大家都需要旅行 空欢喜一场 我的意思是能不能坐船出海一下 出湖一下兜一群 他说可以,他的意思是我们能坐船上 然后呢,我跟Juson 有承认的这个救生衣 消暴没有,所以就不行 那些坐在船上的呢 是由他大学的学生 他们在做这个水上的这个 吊研 吊研这个水上的这个 水域的情况 水的干净程度一些吊研的 他们刚才过来开过来用了一箱 这个岸上的这个洗手间 然后他们又回去了 回到水中央了 哎呀,好羡慕啊,能坐这个船啊 会非常舒服啊 再见啦,拜拜 好羡慕啊,好羡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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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羡慕啊,好羡慕啊